时间总敌不过岁月的清拙 却又灵悟用悠然深邃的碧影 记在时光的喜怒哀笑 越久越浓 正如每个女孩都梦想身穿一些华美的旗袍 勾勒出身体曲线的窈窕美 风之卓越 尽显妖娆 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 说到旗袍 怎么能不联想到翡翠呢 在东方有一种绝美的服饰称旗袍 有一种充满灵气的玉称翡翠 女人是这个世界上造物主最精致最完美的作品 而翡翠则是集日月之精华 山川之精髓 是世间难得的真品 自古翡翠饰品博得了众多名门闺秀 望族雅师的喜爱 用身后的蝉翡翡翠无花 铭记优雅女士一生的美丽 当一个漂亮的女子 遇上一件自己喜欢的翡翠饰品 必然会演绎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当一个旗袍女子 遇上一件自己喜欢的翡翠饰品 在那些深深浅浅的光影里 美人的一笑一贫都演绎着万般风情 与世事浮沉 当美女遇到美玉 她不张扬 但总会有一种气度 古往今来 美丽的女人总会借玉玉来形容 月移花影洞 一世玉人来 红楼梦中 灵带一如玉般崇敬 温柔 似乎女人天生就是玉做的 在灵魂里就有一种 与生俱来的高贵品味 纯洁 美好 善良 高雅 尊贵 花样年华里的张曼玉 换了二十多套旗袍 不同的旗袍 也称不出主人公不同的心境 翡翠体现了中国女人中 最美的那群人 当身着旗袍的女子 渺渺停停地向我们走了 微风欲露寝 若不暗生香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翡翠遇见美女更加有灵性 美女戴上翡翠更有气场 有清国清晨之其美 即使青春的岁月 如金银一般叮叮当当地走远 那因翡翠升华出来的气质和风度 依然如一抹青灰高洁而又鲜润 一抹翠色不知何时起 悄然萦绕在女子的脖颈 手腕与指尖 媚眼寒羞和 单纯竹笑开 风卷葡萄带 日照十六群 清澈玲珑 纯洁无瑕 冰淇淤玉洁的女 让人爱慕不已